A.T.P.情報局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妍希 我是六月份 APP情報局的封面人物 我的新專輯 Me Myself and I已經發行了 那這張專輯我寫了很久 我從大學第一回來 就開始寫詞 從八年第一次自己嘗試 作曲 那就是這個 當歌手的莫名座十年 這張專輯充滿了我的 人生經歷 把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 故事都寫進去 那我很真誠的想把這些故事 分享給大家 我希望你們聽聽看 我希望你們會喜歡 因為其實在 拍戲的空檔 那我一直都還是沒有忘記 我最想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只要 要是譬如在細紗親口啊 或者是拍戲中間的時間 我都會跟一些 在玩樂的朋友 就來一起創作 所以剛好到了現在 就是已經每次了 足夠的量 可以讓我出一張 就是創作的感覺 其實這張專輯叫做 Me Myself and I就是我 我和我的意思 那為什麼我想要講這個 因為這張專輯 真的就是從我出發 不管是造型 我希望可以看起來很 其實很像平常 我們穿的穿著比較巨大 比較 容易親近的那一面 或者是 裡面十首歌 十首都是 就是 這些年來 可能有什麼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或者是對我 非常 意義深刻的人 會為他們寫歌 因為一直以來 就是有 擁有的經驗 就是都是當演員 那 進入音室 其實唱歌跟 譬如說去KTV唱的 或自己唱自己聽 其實是還蠻不一樣的 每個聲音跟 就是都會被放大 你都會很專心的 聽到自己的聲音 那 可能演員方面也幫助到我們 可能是要怎麼樣 繼續 進入那個情緒 就是這個 是這麼多 自己演員 這個工作的幫助 如果訓練到是怎麼 可以很快的進入一個 虛幻的四個想像的畫面 我還蠻常用一個program 叫做 樂模相機 它是等於是有一點 可以做一些low mode 一些special effect 一些特殊效果的一個 就是你把你的照片放進去 然後它就開專門 它的色調 它其實有時候 相片的 轉色調 就會有一個不同的 風味出來 然後 還有一個 有一個app 叫做 它叫做PB PB 因為是 Period Diary 它是 就是每個月 你的好朋友來了 你就可以把它記錄在你 那 我覺得這個設計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貼心 推薦給所有的 語心方式 就是 這樣子你就可以很清楚的 記錄 你每個月的 好朋友來的時間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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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